3.他心通 能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其实是一种感应 能理解他 想他正在做的事情 想他将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他心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他心通有两种 一种是现实的他心通 就是你能感受到 如鼻子能闻到 眼睛能看到 耳朵能听到等 师父还说 另一种是未来的他心通 就是能知道未来以后的事情 如有人往面前一站 根本不用说什么 你就能知道人家在想什么 心有灵犀一点通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放工回家时 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 因为买了些东西 手上拿了几个袋子 在找车资卡的时候 没注意 把金手链的吊坠扯掉了 都没发现 然后就搭巴士回家 坐在车上时 突然感觉手上少了什么东西 才发现金吊坠掉了 我在想 可能是自己买东西 或是在找车资卡的时候 不小心扯掉的 心有点急 心想很累了 也已经很晚了 再搭巴士回去找 也未必找得到 回到家就打电话 给先生说这事 想叫先生骑电单车 在我回去之前经过的地方找找看 先生也说 找到的机会很渺茫 在出门前 我在佛台和观世音菩萨说 我的金吊坠掉了 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我会随缘念诵准提神咒 请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然后到了之前买东西的店 向店员说明来意 店员说没看到 让我留下电话 如果有人捡到可以通知我 他们对我笑笑 也说找到的机会很小 然后我就和先生 走去之前搭巴士的地方找 先生说 他看到圆圆的一粒东西在地上 走过去看 真的是我吊了的金吊坠 我知道是菩萨保佑 让我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不然的话 过了隔天才发现 肯定是找不到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现在分享我女儿 今年顺利考入 公办普通高中的事 我女儿今年参加中考 事关孩子的前途 也是令我揪心的一件事 孩子的三大科成绩中 语文跟英语还可以 数学是常常不及格 考重点高中 至少应达优秀线88分 一般的普通高中 70分以上 照孩子现在的数学成绩 考上公办普通高中 都重问题 今年2月份 我赶紧整理计算一下 给女儿要经者 许愿的小房子 还有150张没念完 这段时间 我赶紧补念 同时许愿放生 在这之前 我先生给孩子 找了一对一 专门补数学 但是没有什么起色 随着补念小房子 渐渐完成 孩子的数学成绩 渐渐地提高了 通过一模二模考试 成绩稳在78分左右 孩子这段时间 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些脏衣服没洗 我知道 这是菩萨提示我们 我跟菩萨许愿了 108张小房子 给孩子的药精者 放生200条鱼 在中考发榜的日子前完成 同时 每天念108遍准提神咒 孩子也许愿了 终生吃全素 中考三天 我每天在佛台前 帮孩子助念心经 后来 孩子跟我说 他考试不紧张的 这次中考 孩子超常发挥 三大课成绩是289.5分 比录取分数线多三分 很幸运地进入公办普通高中 这次考试 孩子的班主任都说 有不少同学 日常成绩不错 但这次只能上综合高中 或私立了 很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女儿 有学上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佛法治疗好了 我右眼皮的卖力肿 有一天早晨起床 发现右眼皮有点痛 刚开始也没在意 想着过两天就好了 眼皮越来越疼痛 还泛红 痒 眨眼都疼痛 后来上网查了下 自己的眼皮 应该是得了卖力肿 给自己的药经者 许了七张小房子 针对卖力肿的问题 眼皮还是有点疼 又许两个月内 念诵一千五百遍大悲咒 针对右眼卖力肿的问题 求菩萨保佑快点好起来 好起来后 在博客分享 许愿后能发现 眼皮没那么胀痛了 第二天明显消了点 就越来越好 没几天的时间 我的眼皮已经好起来了 真的非常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来人间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灵验无比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去年十月份时 我右眼分泌物增多 有异物感 我以为长了真眼 去医院就诊 医生开了眼药水和眼膏 并说 由于长得像菜花状 需要手术切除治疗才能好 一听要手术 还需要先取血做检查 我心里就很紧张 于是我赶紧许愿念诵 小房子二十一章两波 礼佛大唱尾文一百零八遍 放生五百条鱼 以消除我眼间的业障 一边用五大法宝 一边点眼药水 过了些日子去医院复诊 医生说 不用去手术间切除 紧紧在门诊 举麻下 翻开眼皮 用小剪刀将小囊肿 直接剪掉了 过程很顺利 眼睛的不适很快消失了 基本恢复了正常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感恩师父 佛法真实不虚 希望更多有缘人 能够早闻佛法 改变自己的命运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师父开示极紧 二 地藏王菩萨之大愿 一 如何正确理解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大愿 选自2020年7月31日 悬疑问答 师父 佛子天地游记中 斗战圣佛说 人间的人对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大愿力 有所误解 地藏王菩萨是发过愿 救度地狱众生 你知道地藏王是怎么救的吗 地藏王是就在生前信佛拜佛行善 但是在人间又同时造下恶业果报 堕落地狱的罪灵 也是等他们行满出狱 再根据他们自身的因缘果报 去投胎 师父您在讲讲地藏王菩萨这种 完全正确 地藏王菩萨不是说去帮那些恶灵刷 把你们丢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还有佛性的 你曾经在生前还做过点好事的 你就是说还有佛性的人 菩萨才来救你的呀 你最大最恶不赦的人 你说你怎么救得了啊 菩萨不动因果的呀 听得懂吗 对对 明白明白 不是说地藏王菩萨跑到地狱里 把那些失恶不赦的人都救出来啊 就是菩萨是大吃大非 他只要你哪怕失恶不赦 你曾经还做过好事 还拜过佛 他就想办法把你的这个佛性 启发启动起来 听得懂吗 你制造有电瓶 才帮你加个充个电 你这个汽车就发动了 你今天这个车 你连电瓶都没有了 菩萨怎么来救你啊 对对 明白了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人都有他心通 比如当孩子一出生 你就会知道这孩子以后的性格 如果孩子脾气倔强 以后的感情运会如何 如果孩子长得很难看 以后的婚姻将如何等等 这就是他心通 主要是你们没有去留意 没有想到以后你会怎样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